首先是它的症状了 我们颠间发作呢分了好多类型了 那么首先是它的症状符合颠间发作的某一类型 或者是某几种类型 然后呢我们再通过检查 首先我们要做脑子的检查 那我们最常做的脑子的磁工阵的检查 看它有没有引起这个发作的这个结构异常 或者是形态异常 然后呢很重要的一个检测手段 就是我们的脑电图的检查 脑电图上的话能发现 引起这个颠间发作的这个异常放电 比如我们常说的基曼波 那么这个综合起来来判断 它是不是患有颠间 比如我们常常打电 oh 那么这样 在电图上